继父对妈妈不好 她天天向我哭诉 我劝她离婚 她转头就把这话告诉继父 我女儿都劝我别跟你 但我还是对你这么好 继父生气 失手打死了我 妈妈大哭一场后 作为家属出去了谅解书 努力帮继父减刑 孩子已经没了 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 重活一时 我回到妈妈嫁给继父的那天 妈妈问我 觉得新爸爸怎么样 我冷笑 你们一看就能天长地久 一 这是我死后的第二个月 有关继父唐和勇的过失杀人案 已被法院受理 狭小的房间内 我看到律师在不停地叮嘱妈妈 你既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又是死者家属 你的态度至关重要 妈妈不住地点头 我明白 何勇是我丈夫 我一定尽全力救她 如果灵魂的哭喊 能够被妈妈听到 我一定会哭着问她 她是你的丈夫 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 可惜我已经死了 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都没用了 于是我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母亲作为我的家属 出具了对继父的谅解书 同时 身为唯一的目击证人 母亲一边流泪 一边抹黑我 那天晚上 是小冉先动手的 那孩子一直脾气大 我也管不住她 何勇没想杀她 就是想吓唬她一下 让她乖一点 小冉拿着球棍打何勇 何勇想砍球棍 结果不知怎么救 我漂浮在人群之上 只觉得浑身发冷 那一天 继父喝醉了 要打母亲 是我拿起球棍拦在母亲面前 试图保护她 结果发狂的继父 回身抽出了案板上的菜刀 我脖子和胸口中了三刀 送往医院时已经没了气 死时只有16岁 然而母亲的证词 让舆论纷纷倒向继父 这可是孩子的亲妈 他都说不是这爹的错 那应该真的不是 现在的小孩 一个两个都冲动的要死 女孩子家家的拿着球棍 一看就是暴力狂 继父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 他被转送监狱时 妈妈去看她 记者的镜头前 妈妈痛哭流涕 何勇 我在外面等着你出来 记者问妈妈 不管有意无意 他都杀了你的女儿 你还能和他一起生活 妈妈抹抹眼泪 小冉已经走了 活的人总要好好活着 她要是在天有灵 肯定也想看到我幸福 我在旁边看着 只觉得心寒到无以复加 在学校 我一直很优秀 有许多机会 可以摆脱原生家庭 但为了妈妈 我统统放弃了 我不忍心 把她一个人丢给继父 于是只能留在家里保护她 最终换来这样的结局 在巨大的不甘心中 我的灵魂渐渐透明 啊 我本以为 自己会就此灰飞烟灭 反而在睁眼时 我的眼前却是一张熟悉的脸 妈妈穿着婚嫁的绣和服 正一边对着镜子画口红 一边笑眠眠地问我 小冉 对新爸爸满不满意 我挣了很久 终于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也许是上天可怜我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再不重蹈覆辙 妈妈见我没反应 皱起了眉 徐小冉 你什么意思 上一世 妈妈跟继父办婚礼时 我一直黑着脸 继父唐和勇风平不佳 和前妻离婚时 我嫌弃一大笔钱 此事才不了了之 因此妈妈要嫁唐和勇时 我极力反对 她却因此不高兴了 你是不是看不得妈妈过两天好日子 就得为了你守寡 才算好母亲是吧 妈妈一直怨我 我生父去世后 她一直想改嫁 但因为带了我这么的脱油瓶 条件好的男人 很多都不乐意娶她 我妈心气又高 条件不好的男人 她看不上 妈妈年轻的时候 好多富二代追 都是被你拖累了 类似的话 我已经听过很多遍 这次好不容易逮到唐和勇 唐家有钱 唐和勇本人又相貌堂堂 我妈满意急了 告诉你徐小冉 我生你养你 不欠你的 你再甩脸色给我看 我就 我妈一通火没发完 我就微笑着打断了她 我觉得新爸爸特别好 我妈愣了愣 之前是我不懂事 妈妈说的话让我清醒了 我笑着说 唐爸爸和你特别配 一看就能天长地久 见我说的笃定 妈妈反而迷糊了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 和勇能打前妻 说明他有暴力倾向 我摇摇头 那肯定是那个前妻 自己有问题 不关唐爸爸的事 妈妈还想说什么 我走过去 握住他的手说 他是你丈夫 你们两个会好好在一起的 他那么爱你 绝对不会像对前妻那样对你 你们一定能有一个幸福的家 而我则要不惜一切代价 逃出这个家 三 母亲和唐和勇结婚了 像前世一样 他发现生活并不如他想象的美好 他时常来找我哭穷 唐和勇这个死鬼 婚前搞得多大款一样 结果家底全被他前妻掏光了 外面还欠了债 小冉 你有钱的话 能不能接鸡接鸡妈妈 妈妈连饭都要吃不起了 上一世 我看着哭泣的母亲 把我在学校获得的奖学金 比赛奖金 征文稿费都给了他 回到学校后 我不放心 还给他发短信 这些钱你自己用 别跟唐和勇说 他花钱大手大脚 你为防万一 总得有点自己的私房钱 妈妈表面上对我说好 转头就把短信截图给了唐和勇 你看 我女儿都让我藏私房钱 但我还是什么都跟你说了 可见我是真的一心一意 想跟你过日子 你可得对我好 我并不知道 继父已经看到了那条短信 周五放学后 还是如常回家 结果劈头盖脸 就挨了一顿打 继父一边打我 一边骂我是个害人精 见不得他来好好过日子 被地理挑拨离间 妈妈起先还做事要拦 结果继父吼了一嗓子 你要是不让我管教 这个小兔崽子 你就带着他搬出去 看看还有哪个男人要你 妈妈立刻缩到一旁 不吭声了 晚上 我一个人掉着眼泪 给伤口上药 他还在旁边长嘘短叹 小冉 你别怪妈妈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妈妈要是不找唐爸爸 以后谁供你上大学 谁为你准备嫁妆 可惜 有了唐爸爸 我连高二都没读完就死了 此时 妈妈又来找我哭穷 我立刻跟他对着哭 妈妈 我也正想管你要钱呢 你能不能接计接计我呀 我饭都快吃不起了 我提前抢了妈妈的台词 让他有点茫然 你不是上个月才领了奖学金吗 我看名单上有你呀 奖学金早花完了 同学们都知道我得了奖学金 非得让我请客 妈妈在电话里很生气的骂道 这都什么同学 见他还想开口 我赶紧反过来向他要钱 对了 妈妈 老实说有个美国暑期夏令营的机会 大概需要四万块钱 妈妈避之不及 匆匆的说了句夏令营都是骗人的 生怕我继续管他要钱 赶紧挂了电话 世界终于清静下来 我赶紧继续埋头书本 开始用功学习 上一世 我原本想着考上大学后 自然就能离开这个家 现在看来 还是太晚了 我必须尽快脱离 这个危险的地方才行 我向学校申请了住宿 周六日也不回家 妈妈和唐和勇来看过我几次 我借口学习忙 尽量避开和他们直接见面 妈妈很伤心 亲戚们都收到了他的抱怨 徐小冉真是白眼了 我就当没这个女儿 我得给何勇再生的孩子 要是的男孩 那可就太完美了 亲戚将他的话告诉我 我明明嘴唇 什么也没说 他在积极备孕 我在努力学习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四 原本我和妈妈个忙个党 关系已经渐渐疏远 但家长开放日的消息 还是有人通知了他 他给我发短信埋怨 这种大事你也不通知我们 幸好看到了林与妈妈的朋友圈 我才知道 我和你唐爸爸一起来 你记得来校门口接我们 对于参加家长会这种事 我妈和唐和勇都很乐意 原因很简单 没人不喜欢挨夸 我成绩稳居年纪前三 又是学生会优秀干部 都会有我的名字 对于我妈和唐和勇这种一辈子 没怎么获得过荣誉的人来说 坐在那里 接受全体家长羡慕的目光 实在是一件非常受用的事情 但我只觉得麻烦 林与妈妈本就是我很讨厌的人 她原本很喜欢在朋友圈晒儿子的第一名 结果我转学过来后 她儿子就再没拿过第一 就为了这点事 她非常喜欢暗戳戳的阴阳怪气我 小冉这么优秀 以后一定是事业女强人吧 可惜了 脾气太硬 没男人敢娶的 我被杀后 她还不忘脱我脏水 虽然死者为大 但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 这姑娘的确脾气暴躁 我作为邻居 老看到她顶撞父母 不要把她想得太无辜了 此时 我虽然心中有一万句小骂 却不得不前往校门口 羽翼未封 我不想明着得罪妈妈和唐和勇 不然以唐和勇的风劲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 然而 我刚到校门口 就发现那里乱成了一锅粥 有两个女人打坐一团 正疯狂地拉着彼此的头发 你说 我送我老公的手卷 为什么在你身上 你倒是说啊 一个发疯的女人是我妈 什么手卷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个疯子 快把手拿开 对面发疯的女人是林玉妈妈 不远处 唐和勇抱着胳膊看戏 满脸冷淡 就好像这一切和她没关系一样 我站在人群中 人影晃动 掩住了我的笑脸 哦 忘说了 那条手卷 是我从家里带出来 任对家长会登记的时候 塞进林玉妈妈包里的 五 前世 林阿姨住我家隔壁 和我妈一直有些不对付 林阿姨颜值中上 但身材极好 前凸后翘 极尽性感 她又爱打扮自己 常常身着紧身的低胸包臀针织裙 十个美甲和拳套的戒指手镯一起闪光 我妈表面上不屑一顾 却在背地暗暗咬牙切齿 风骚成这样 也不知要勾引谁 但她很快自我安慰 你唐爸爸是好男人 看不上这路货色 我当时看着她欲言又止 其实我在超市撞见过林阿姨和唐和勇 他们两个并肩而行 一人推理一辆购物车 唐和勇的目光 就像是粘在林阿姨的身体上一样 而林阿姨也毫不回避 反而用热烈大胆的目光回噬过去 我立刻产生了直觉 这两个人之间不对劲 但直觉也仅仅是直觉 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前世直到我被唐和勇杀害 都没有再发现新的线索 重生后 我自然也没公处去调查他们的婆娃 但既然有了直觉 我决定赌一把 果不其然 真让我赌对了 那块手绢虽然是我塞进林阿姨包里的 但我本以为 这个伏笔要过很久才能被发现 结果林阿姨和我妈在校门口相遇 两个塑料姐妹一顿寒暄 互相阴阳怪其间 我妈非要看看林阿姨的名牌包 是不是真的 林阿姨不让她看 拉拉扯扯之际 包的拉链被拽开了 包里的东西洒了一地 其中赫然就有那块手绢 场面一时间非常失控 我妈一直拽着林阿姨的头发猛烈输出 而林阿姨则尖叫着说 自己根本没见过这块手绢 最后 我妈对着林阿姨咆哮道 我就问你 和我老公有没有一腿 林阿姨的表情出现了短暂的恰壳 哎 没办法 手绢虽假 情义却真了 虽然林阿姨很快回过神来 张口就要狡辩 但她那一瞬间 下意识的反应已经落入了我妈的眼中 贱人 叫你勾引我老公 她用自己的包风狂地 打在林阿姨身上 人群中 不知道是哪个熟人看到我来了 狮声惊呼 默默叹了口气 我本来还想在观众席 多看一会儿狗咬狗 为什么现在就Q我出场 不得已 我只好跑过去 装成刚刚赶到现场的样子 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我一边假哭 一边拽散了马尾便 让被风吹乱的头发 遮住我没有任何眼泪的脸 余光里 我看到唐和勇突然动了 他迈开大步朝这边走来 我立刻敏感地后退 以免又变成一个冤死鬼 唐和勇单手拽开我妈 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丢不丢人 他低声道 眼神冰冷 我们唐家的脸面 都被你丢光了 很奇怪 刚刚跟林阿姨撕扯时 中气十足的我妈 面对着唐和勇的巴掌 就像嵌怒的老鼠 遇到了猫 捂着脸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良久 我妈才低声开口 乐乐道 对不起 老公 他念如道 但那块手卷 是我亲手绣了送你的 怎么会在他那里 一块手卷而已 你能绣 人家就不能绣 唐和勇吼道 没脑子的东西 他瞟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显然是被这么多家长围观之后 他也没心情继续尽孝 参加家长会了 我妈在原地 瞅瞅了两秒后 转身追了过去 我远远地看着他和唐和勇 拉拉扯扯 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唐和勇给的说辞 极度牵强 是个人都能看出 他和林阿姨绝对有问题 但即便这样 我妈也不愿意跟他闹起来 他只敢针对林阿姨 不敢激怒唐和勇 他内心深处期待的 还是唐和勇跟外面的女人断干净 然后好好跟他过日子 我从他身上 亏见了一个女人悲哀的命运 而同为女性 我绝对不要走上相似的道路 六 为了能够早点彻底脱离这个家 我在拼命学习的同时 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攒钱 除了学校的奖学金 我开始用周六周日的时间 给杂志写稿 每篇八千到一万字不等 如果过稿 就可以获得每签字一百五十元的收入 我刚开始写 还不太熟练 每篇稿子都要改很久 才能满足编辑的要求 为此 我的周六周日 除了做作业和复习外 都花在了写稿上 但唐和勇对此很不满 徐小冉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了 这个年纪不该帮在家里干点活吗 放假了也待在学校不回来 指不定去哪儿也了吧 再几次三番的催促我回家 而我继续待在学校后 愤怒的唐和勇直接找来了学校 他静止冲进了班主任的办公室 则问我有没有早恋 这丫头发育早 心思重又成天不回家 我们做父母的 实在是担心他走上歧途 我知道唐和勇的想法 上一世 他也希望我多回家 为此不停地暗示我妈 我妈便也经常打电话给我 哭着说想我 让我回家看看他 但我回家后 就只有被唐和勇指使着干活的份 他要我帮他买烟买酒 烧水洗脚 我如果不听话 他就抄起家伙揍我 更有甚者 我洗澡的时候 他在外面拨了门把手 幸好我早就把门反锁了 即便如此 我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事后 我质问他 为什么想在我洗澡时闯入卫生间 他却只是不屑一顾的笑笑 我是你爹 这是我买的房子 我想去哪就去哪 怎么了 如今 我说什么也不要再回那个家 而唐和勇之所以会找上老师 也是笃定我这种好学生脸皮薄 听老师的话 所以通过老师和学校给我施压 我肯定会乖乖就范 可惜 由于早就猜到 唐和勇可能会来学校找茶 所以我提前很久 就跑去找班主任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他哭诉 我肌腹想在洗澡的时候偷看我 我妈妈知道了也不管 所以我才申请了住宿 不敢回家 张老师 求你一定帮帮我 因此 唐和勇去问班主任时 班主任老师早就做好了准备 徐小冉同学早恋 不可能的 您放心好了 我们班上的孩子我都了解 他一门心思都在功课上 绝对没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班主任和颜月色的解释 之所以周末不回家 是因为他是班干部 不但要协助我批改同学们的作业 更要帮成绩不好的同学补课 小冉爸爸 对于小冉这种论语奉献的行为 我是极其感动的 也深知正是有您这样优秀的家长 所以才会有这样优秀的孩子 不愧是老师 一顶接一顶的大帽子 直接往唐和勇头上扣 作为一个感谢家长支持 配合我们的工作 又一个毕业典礼上 想邀请您作为家长代表发言 唐和勇还是好面子的 被班主任这一通和风细语的话 架在了高处 张了张口 半掌没说出什么 最后只好对班主任附和了几句 转头回家了 但还不够 我太清楚妈妈和唐和勇的德性了 他们没那么容易放过我 因此为了牵制住他们两个的精力 我干了一件大事 这周六就是我们学校的运动会 同学们都在学校 等结束回家 大概要到下午四点之后了 而我妈则每周六都出去搓麻将 风雨无阻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我家只有唐和勇在 而林家只有林阿姨在 周六下午一点 我顶着操场酷烈的阳光 找到了负责在广播站念加油稿的林语 她刚刚念完一波稿子 口干舌燥 不耐烦尽数写在脸上 林语 你是不是中暑了呀 我一边将从同学们那里 收集来的稿件递给她 一边关切的问 林语擦了擦汗 她本来没那么难受 但一听我的话 立刻夸张的言起来 是 应该是 她一会儿捂头 一会儿捂肚子 我哪哪都不舒服 应该是中暑了 我在心里冷笑 这是林语的惯常把戏 她非常喜欢用装病 逃避一切需要干活的场合 执州 大扫除 早操 如今我给了她这个机会 她哪有错过的道理 徐小冉 要不你替我念一下 后面的稿子吧 我实在是不舒服 林语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我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等下班主任还要查迁道呢 你要早退的话 得先去医务室开架条 求你了 我真没力气去医务室了 班主任查迁道很松的 你随便帮我编个谎 就圆过去了 林语求了又求 我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就这样 我接替了林语 念起了加油稿 整个广播站 回荡着我的声音 我心不在焉的念着 看着广播站中央 悬挂着的巨大时钟 原本不该在家的林语 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 她会看见什么呢 七 那天林语具体看见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她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并直接打电话给了她爸 是的 林语是有父亲的 而且她父亲一没去世 二眉和林阿姨离婚 只是在外地做生意 一年里基本回不了家几次 最初从林语口中 套出这个情报时 我也很震惊 亏我妈妈林阿姨的时候 还总骂那个骚情的寡妇 结果人家根本不是寡妇 但随即我意识到 这是个机会 我在网上搜索一下林语的父亲 发现对方生意做得相当大 有财力 也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 换言之 这是个厉害人物 在我和唐和勇的斗争中 我是几乎没有可能 在不牺牲自己的情况下 摁死她的 毕竟16岁的女学生 面对40多岁的成年人 无论是体能 资源 还是社会地位 差距实在太大了 但我可以借助更高位的力量 就这样 从校运会上提前回家的林语 撞破了她母亲和唐和勇的事 这个两耳不闻 窗外式的娇弱小学霸 此前虽然也知道 家长会时 林阿姨和我妈打架的事 但从未往深了想 此时突然直面真相 一时间大受刺激 不顾她母亲的恳求 直接打电话 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林傅 林傅承当天的飞机赶了回来 据说她当街给了林阿姨一个耳光 随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快 林阿姨一家搬走了 林语转学了 而唐家原本经营的尚可的生意 顺时间变得处处受阻 资金链本就紧张的时刻 债主又一窝蜂的上门讨债 有的甚至带着打手 于是那段时间 唐和勇的脸常常是轻肿的 显然 林傅和他的各路人脉打招呼 打算好好折磨一下唐和勇 而在这整件事中 我的角色 不过是一个林语 提前从运动会上回家时 帮他顶替一下岗位的热心同学罢了 有谁会想到 是我这个连路人甲都算不上的小角色 在暗中导演了这整场大戏呢 爸 这场风波后 我的世界清静了很久 唐和勇陷入生意上的种种困境 焦头烂额 自顾不暇 我妈则被周围的所有人盯着 左邻右舍都想看看 在全世界都知道她丈夫偷心后 这个女人到底离不离婚 我妈对此的应对方式是 如同祥林嫂一般拉住每个邻居 哭诉唐和勇的冤枉 我家何勇市的老实人 都是那件货勾引她 我现在算是反应过来了 这应该就是林家那两口子 合伙演的一出戏 林老板估计是忌惮我们家何勇生意做得好 以后会威胁到她的位置 所以不惜让自己的老婆过来 使这样一出美人计 背地里 我妈甚至还跟亲戚抱怨我 这事还是怪徐小冉 就因为她 何勇大概始终对我有芥蒂 才会一时被别的女人迷了心窍 我得尽快给何勇生的孩子才行 计划已定 但执行起来实在是困难 毕竟我妈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医生都建议她不要再怀孩子 但她执意不听 四处求医问药 就在我妈一副苦药汤灌下去 前行球子的时候 我也在一张张试卷坐下来 拼命用功 每天六点 我便起床洗漱 咬着包子前往教室读书 晚上我继续在自习室里学到十点半 才踩着月色回宿舍 人在极致努力的时候 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一学期已经结束了 期末考试 我一总分全是第一 两门单科第一的成绩 震惊了所有人 班主任老师高兴的将我叫到办公室 北大暑期夏令营的名额是你的了 这次的夏令营会有相关考试 如果通过的话 就能赢得30分的自招加分 夏令营的名额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我 另一个 是隔壁班的记招 从班主任口中听到这个名字 我立刻瞳孔地震 记招此人从刚入学的时候 就和我结了梁子 原因很简单 他跑课翻墙出去玩 刚好遇到我当职周升 记招起初不以为意 跳墙就跑 此前他遇到职周升都是这么干的 对方抓不住他 事后又没证据 只要他死皮赖脸不承认 多半不了了之 结果这回遇上了我 我像天降神兵一样 立刻跟着他翻墙跳了出去 我俩在校外你追我赶的 黄登了三个街区 最终以记招为了躲开一条过路的小狗 而撞上了卖橘子的贪扑 我在满地的橘子中 把他气喘吁吁的抓捕过案告终 事后记招因公然逃课 被教导主任警告 还在升旗仪式上对着全校念检查 而我因良好的执行了 学生干部的本职工作被表扬 在他念完检查后上台领奖状 我忘不了在台上擦肩而过的黎顺 记招看我的眼神 徐小冉 我记住你了 他压低声音道 我回以一个微笑 我这么优秀 记住我的人多了 如今 从班主任的口中听到记招的名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考了多少 记招的人设是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上课不听 永远考场睡觉 班主任帮我翻了翻成绩单 记招的总分就比我第三分 我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他作弊了吧 一定作弊了吧 虽然我也知道 期末考试是省里出的卷子 查得非常严 作弊概率几乎为零 作为为二去参加夏令营的本校学生 我不得不和记招加了微信 他微信名字弹出来的那一瞬 我差点笑了 追魂人 好中二气息的ID 但下一瞬 我想起了什么 突然愣住了 前世 我被唐河勇杀死后 由于妈妈出面作证 舆论都觉得我是个坏女孩 只有一个ID频频帮我说话 这个世界怎么了 天天搞这种受害者有罪的阴谋论 你们认识他吗 凭什么这么诋毁他 他是个很好的女孩 本该拥有很好的人生 那个ID的名字就叫追魂人 阳光下 我看着记招掉锒铛的朝我走来 校服松松垮垮 衬出一张漂亮又不羁的面孔 喂 领导 从我因为抓捕他 获得了优秀干部奖状后 记招就一直这么阴阳怪气的叫我 通知夏令营注意事项的讲座 我懒得去了 你好好记笔记 我抄你的 记招突然不说了 他插着兜弯下腰 平视我的脸 你哭了 是阳光太刺眼了 他直指自己 还是被我摔到了 我摸摸眼泪 在记招期待的目光中 吐出一个字 滚 酒 去北京的车票需要自己承担 加上别的花销 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 并不是小数字 好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写稿 我已经攒下了一笔不少的积蓄 可以让我不像妈妈和唐和勇开口 我算了算 只要后续我坚持写作 寒暑假再去做些勤工俭学 加上现有的积蓄 足以负担我日后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那时 我便可以彻底独立出这个价了 在我为了备战下令营 而刷着往年的自招题目时 有亲戚打电话告诉我 妈妈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愣了愣 但最终只是平静的说 那恭喜她 在前世里 我无数次的想要挽救妈妈的命运 但现在 我已经认清 每个人自有她的人生轨迹 胡乱干涉他人的因果 最终遭到反噬的会是自己 我没有和妈妈联系 周日的时候 寄招突然约我出门吃饭 你是不是要下毒杀害我 这样自招考试里 你就能潜进一名了 我问他 爱来不来 反正我请客 我立刻去了 寄招很有钱 不载白不载 吃到一半 寄招推了个盒子过来 送你的 我大惊失色 寄同学 虽然我的确优秀有美丽 暗恋我属于人之常情 但我们还没成年 你现在求婚 是不是太早了点 我觉得意识到 我十七岁了 前世的这个时间 我早就死了 而这一世 在种种手段的自保下 我平安的活过了被杀的节点 进入了十七岁的全新人生 未来 应该都会是一片光明吧 我打开寄招送我的盒子 发现里面是一串 黄棕色石头组成的小手链 你确定 这是送十七岁花季少女的礼物 我妈撒着石头 感觉四十岁的唐庄大叔 比较适合戴他 手上再拿着两个盒套转一转 季昭已经习惯了我的毒蛇 淡淡道 不识货就别瞎避避 这是胡言识 在古代 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平安服或护身服 平安 护身 我心里一动 许多疑问压在心中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生日 为什么要送我这样的礼物 追魂人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开口询问 因为我知道 季昭看上去是个吊锒铛的顽困子弟 但只要他不想说 我就什么也问不出来 吃完饭 我带着礼物回到宿舍 是有一件我进来 就对我说 小冉 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呀 生日快乐 你也真是的 都不跟我们说 要不是你妈妈来了 我们肯定不知道 我眉心一抖 我妈妈来了 不知为什么 一股不祥的预感 顺时间笼罩了心头 对呀 给你带了蛋糕 我看着属于我的桌子上 果然摆放着一块小小的奶油蛋糕 有那么一瞬间 我该死的感动了 他是记得的 17年前的今天 是他把我生了下来 所以即便我这么久 都没有联系他 他还是会不计前嫌的赶到学校 为我送一块生日蛋糕 我是不是对他有些过分了 他毕竟是我的妈妈 纷繁的思绪涌入我的脑海 然而下一瞬 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我的枕头 被子 书架 柜子 全都有被翻过的痕迹 我缓缓挪过去 用颤抖的手掀开枕头 果然 我放在枕头下的信封不见了 呼吸猛的变得粗重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打开衣柜 我放在里面的储物盒 也不见了 枕头下的信封里 是我为了夏令营的日常花销 取出来的3000块钱 储物合理 则有我的身份证 搞费单 银行卡 全都不见了 我在看着桌上的那个小小的奶油蛋糕 突然感到 他是那么那么的可笑 室友看到我正住 在旁边慌神了 阿姨来送蛋糕 说看你床铺乱 帮你整理整理 我们就也没管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是啊 正常情况下 谁会想到 一个妈妈会害自己的女儿呢 我沉默了很久 从喉咙里乐乐的吐出两个字 没事 不怪别人 只怪我自己 唐和勇和林阿姨的那场大戏成功后 后续我又被接二连三的成功砸中 这种顺利麻痹了我 让我大意的认为 后续的人生都会是坦途 狠狠掐住手心 我走出门去 季昭原本在宿舍楼下玩篮球 看到我惨白一片的脸色 吓了一跳 徐小冉 你见鬼了 我的确见鬼了 生活之中 人或许比鬼更可怕 我转头 对季昭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什么事 我好久没回家了 打算回家看看 十 又是这个熟悉的家 或许是因为这一世 没有了我在家打扫卫生 他显得比我记忆重要脏乱差许多许多 唐和勇在一地的酒瓶中抽烟 满脸的倦怠 妈妈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 头发蓬乱 颧骨上带着伤 夏天也穿着长衣长裤 他看向我 乌光里带着心虚 小冉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看着他落下泪来 直接跪下了 妈妈 求求你还我吧 那钱是我攒了很久很久的 我要去北大参加夏令营 需要用钱 等我考上大学了 我一定好好赚钱 孝敬你们 妈妈的脸色难看起来 小冉 你不知道 唐爸爸的生意最近特别艰难 债主老上门讨债 妈妈又怀着弟弟 也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个夏令营 不去也没关系的 对吧 你努力一点 高考多考三十分 不就行了 我的眼泪越流越凶 抬起头望向他 妈妈 我最后求你一次 可不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 妈妈避开了我的目光 唐和勇则不耐烦的起身 一脚踹在我的肩头 把我直接踹翻在地 小贱人 哭哭哭 哭什么哭 傅寨子长没听说过吗 你妈带你嫁了我 我就是你爹 你爹欠了债 你有那么多钱 就在旁边看着 天底下 有你这么没良心的吗 我哭泣着 从家里走了出来 防盗门在我后面甩上 发出喷的一声响 确定门完全关上了后 我的哭泣便骤然止住了 抬手将脸上碍事的眼泪擦掉 我从口袋中 掏出记招送我的胡眼时 带到了手腕上 妈妈 继父 生养的确有恩 我感念这份恩情 所以才给了你们最后的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要的 十一 记招发现 我开始变得神出鬼没 他很多次来找我讨论自招题目 都发现我根本不在宿舍 偶尔也会撞到 我正要出门或恰巧回来 每次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领导 你这是去做什么秘密勾当了 记招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 我算是求你了 夏令营的钱 我可以借你 你别搞这么神神秘秘 你玩心跳的事情吗 面对记招追问 我到底去干什么了的问题 我永远抱之以敷衍的微笑 我出去偷偷学习了 记招知道问不出来 也没再打听 只是我每次坐车回来 都会发现 他恰好在公交车站旁 于是回学校那段黑黑的路 他能恰好陪我一程 距离自招考试 只有一周了 一周后 就是出发去北京的日子 唐和勇已经放出话来 不允许我去 他说他到时候会守在车站 如果看见我 就立刻打断我的腿 有好心的邻居劝他 老唐 孩子要是能去北大读书 是好事啊 好什么好 唐和勇眼睛一瞪 你看看他现在就敢 对老子气上蓝下的 要是考上了北大 还不得骑在老子头上拉屎 生意不顺之后 他酒喝的越来越多 高浓度的酒精 泡坏了他的脑子 原来仅有的那点体面 也当然无存 我不说话 总是默默的 只是不时的会发几条 仅我妈和唐和勇可见的朋友圈 照片里 我会露出一些价格不菲的东西 比如名牌书包的logo 高档餐厅的一脚 腕子的玫瑰金手链 当然 这些东西 有些是我屁的图 有些是我管一位名叫 记招的资本家借的 但唐和勇并不会知道 他只是疑惑又愤怒的 对我妈抱怨 问徐小冉那丫头 是不是又有钱了 我妈试图给我打电话 但我下定决心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 整个人神出鬼没 他们根本找不到我 周五晚上 我缩在街尾的角落里 看着唐和勇 摇摇晃晃的出了门 这是他的习惯 每周五 他都要去小酒吧 喝得烂醉 今天果然也不例外 光线昏暗的小酒吧里 弥漫着各种气味 唐和勇在八台座下 舍账要了酒 他旁边是两个 已经喝到微醺的客人 正在热络的聊着天 客人甲 我姐最近在陪大老板喝酒 他们管这个叫红包局 客人乙 怪不得我看你姐最近阔起来了 一晚上好多钱吧 客人甲摆摆手 嗨 我姐年纪大了 赚不到大钱的 是一中实验班的高材生 全是第一名 能烤北大的料子 这种又漂亮 又学霸的小妹妹 愿意赔一杯酒 大哥们 红包给的刷刷的 一晚上能拿六七千 客人已惊呼 天哪 那这一个月 不得有个二十万 他还没惊呼完 客人甲就骤然 被唐和勇揪住了领子 你说的这个小丫头 是不是叫徐小冉 客人甲下的 差点咬了舌头 我哪知道 唐和勇仰头 将满杯的威士忌 灌进喉咙 从鼻尖喷出一口粗气 没错的 十七岁 一中实验班 全是第一 不是徐小冉又是谁 自己天天被债主 追得像条丧家之犬 这个小贱人 一个月几十万地赚着 想到这里 唐和勇一把掀翻了凳子 在惊呼声中闯出酒吧 他直奔家里 把正窝在沙发上 追去的我妈拽起来 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你知道你女儿 在外面挣大钱了吗 我妈呆呆的说 啊 小冉那里的钱 我都搜出来给你了呀 那才两三万块钱 我们去找你这个好闺女问问 全天下有没有他这么当女儿的 唐和勇的愤怒 感染了我妈 她也生气起来 小冉真的在外面赚这么多钱 不告诉我们 她立刻掏出手机 给我打电话 此前 我已经很久不接电话了 但这一次 电话刚多了几秒 我就立刻接了起来 我妈正在气头上 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 奸声道 徐小冉 你在哪儿 话筒里传来嘈杂的人声 我的声音忽远忽近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我妈气疯了 他和唐和勇一起凑近听筒 辨认着我这边热闹的对话 一个中年男人大大咧咧道 小妹妹 这杯酒喝完 哥哥给你包大红包 我立刻娇笑道 好的 老板等一下 我正在接电话 对了 等一下我还有个姐妹要来 我得出去接她 旁边另一个男人道 没事 你就在这儿 跟他说 星星饭店103 让他自己过来 我说了声好 又对着话筒道 别给我打电话了 从此之后 我和你们断绝关系 说完 电话便断掉了 唐和勇气疯了 他直接抄起旁边的斩骨刀 老子看他 还敢不敢断绝关系 唐和勇一手拎着刀 一手拉着我妈 直奔星星饭店 星星饭店并不远 离我家只有几百米 唐和勇无视服务生的尖叫 直接冲进饭店 一脚踹开了103包厢的门 里面果然是一派酒烟的盛景 唐和勇的目光 恶狠狠的巡视一圈 想要把我抓出来 但随即 他愣住了 因为这个包厢中并没有女孩 只有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而坐在首席的男人身材矮胖 喜貌不扬 脸上的神情却不怒自威 唐和勇 你来干什么 唐和勇整个人惊呆了 酒醒了一半 林 林老板 没错 坐在首席的 正是我们的老熟人 我前同学林宇的父亲 我跟踪了他一个月 摸清了他的行动轨迹 发现他每周五晚 都会在这里设宴请客 问你话呢 你来这里干什么 望着林老板难看至极的脸色 唐和勇结巴道 我 我走错包厢了 林老板垂下眼睛 看着唐和勇手里的那把斩骨刀 走错了 还带着刀 唐和勇的冷汗 鼓鼓地流了下来 我其实 其实是来找我女儿的 林老板眯起眼睛 哦 那他人呢 林老板的手在包厢里指了一圈 你说说 他在哪呢 我在新兴饭店的后院里 这里树影茂密 完美地演出了我的身形 自始至终 就没有什么跟老板们喝酒的事情 那两个被唐和勇撞见的酒吧客人 是我给寄招两百块钱 让他去帮我找的群众演员 我妈给我打电话时听到的对话 是早就录好的背景音 而让唐和勇闯入林老板的宴席 是我过去的一个月里组合了所有线索 得到的最优解 我上网查了法院立案的消息 发现林老板的公司最近牵涉进了大麻烦 他的公司在企业查询的iV上 也被标为高危 而这种时刻 林老板不但不出现在公司 还在这里夜夜设宴请客 再加上他之前刁难唐和勇 能请到那一波波来路不明的打手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林家应该是涉黑的 他们在这里聊的事情 自然是疏通关系 想办法挽救林家 而这个时候唐和勇手持尖刀拓门而入 他麻烦大了 果然林老板当时没说什么 和颜悦色的让唐和勇走了 结果三天后 唐和勇被一个拾荒老人 在废弃工厂的仓库里发现 声带被毒哑 浑身都在堂血 每根手指都被砸断了 连电话都拨不了 他被发现时还有一口气 于是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院里妈妈哭着给我跪下了 因为她付不起医药费 小冉求你救救你爸爸 你去想办法筹钱 你一定有办法的 许多路过的病人和医护人员 朝这边望过来 我听到他们小声议论 这个妈要筹钱自己去筹啊 干嘛为难他女儿 就是小姑娘还穿着高中校服呢 她能有什么办法 今天的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 都拥有更多的耐心 我温和的拍拍妈妈的手 我进去看看唐爸爸的情况 你现在情绪激动 在外面等我就好 我进入了病房 唐和勇躺在床上 这个前世砍了我三刀的男人 此刻看上去极度虚弱 如同一片飘零的落叶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 轻声道 唐和勇 也许是死前的回光返照 片刻后 唐和勇竟然真的睁开了眼睛 他盯着我 我回望着他 我们对视了很久很久 久到唐和勇终于误了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无尽的恐惧 整个人都在哆嗦 嘴里发出寒昏的音节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但我听懂了 嗯 我轻轻点了点头 都是我干的 他拼命的挣扎起来 我垂眸冷淡的看着他 像看了一条垂死的鱼 在缺水死去前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他 慢慢的唐和勇不动了 他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 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 我调整了一下状态 适时的尖叫起来 哭着跑出病房 唐爸爸唐爸爸他 医护人员冲进去 我妈甩开两个护士的阻拦 也跟了进去 在看清唐和勇的尸体后 我妈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哭喊 昏了过去 他流产了 于是医护人员又急急的冲向他 送他去抢救 一片混乱 有好心人用衣服裹住我 孩子 你先出去 不要面对这些 我谢过他 将衣服还给了他 独自走出医院的大门 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 远处 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等我 是记招 他没注意到我出来了 似乎正在跟面前的什么东西对话 但从我的角度望去 他的对面分明没有人 想投个什么胎呢 猪还是狗 哎 算了算了 猪的浑身都是宝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馋怎么样 一共就能活一个夏天 再危害人间 也就是几个月的事 不错不错 我在暗处等了很久 等记招消停了 才走过去 他以为我才来 吊锒铛的插着兜 这妖巧 我来医院看朋友 你来干嘛 我没说话 两久 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记招的手立刻从兜里拿了出来 整个人有点手足无措 怎么了 怎么了 他说 没事 我摇摇头 我就是两天没吃饭了 看到那里有卖酥皮牛肉饼的 馋哭了 记招买了两个酥皮牛肉饼 我俩一人一个 我狼吞虎咽的吃完 拍了拍手上的碎屑 终于决定好好聊聊 其实我刚刚看到你的朋友了 他心不在焉 不可能 你看不见 我的确看不见 但我猜到了 我说 你刚刚对话的 是唐和勇的灵魂吧 记招的身体骤然一顿 以及 我前世被杀害后 灵魂不灭 我看着记招的眼睛 轻声问 是因为你吧 追魂人 记招咬着酥皮牛肉饼 侧过头去 笑了 12 后来 我按时间坐上车 去参加了夏令营 顺利的拿到了自招加分 有了30分的加分 我成绩又本就很好 第二年的高考结束后 我如愿去了北大 大学生活比我想的要更精彩 我一边继续为了祭典 努力读书 一边实习 做学生工作 参加社团 丰富自己的履历 大三结束时 便有在学术论坛上 认识的学姐 对我表达欣赏 问我愿不愿意 在毕业后加入她的公司 那是一家业内人士 都梦内以求的公司 有着优渥的薪资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立刻答应了下来 生活似乎无比美满 但唯一的缺憾是 没了祭招 那一日在医院外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 只是以一个漂亮的投篮姿势 要将酥皮牛肉饼的袋子 丢进垃圾桶 装逼失败 一阵风吹来 把袋子卷走了 为了公共卫生 我赶紧去捡那个袋子 等我终于抓住她 转身回头看时 树下已经没有人了 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 但祭招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后来 我给那个名叫 追悔人的微信发过消息 打过语音 彤彤都没有得到回复 我把她借我的钱 转账给她 没有人收 时间到了之后 又自动退回到了我的账户 开学后 我去询问班主任 得到的消息是 祭招已经转学走了 转到哪里了 不知道 我出办公室的时候 班主任还在感叹 都说记家有钱 但事实上 家长会从来没人来过 直到记招转走 也没人见过她的父母 这个唯一见证了我 十七岁的少年 如一阵风般 轻飘飘的吹来 又轻飘飘的吹走 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再后来 母亲又来找我 她一路来到北京 在我宿舍楼下大哭大闹 说她遇到了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说 都是我把她害成这样的 徐小冉 我最后悔的事 就是生了你 我对着她痛哭流涕 不停道歉 对不起 妈妈真的对不起 不过现在我在北京 有房子了 你先去我那里 住下好不好 以后我挣的钱 都给你花 妈妈终于满意了 跟着我上车 下车后 她跟着我一路前行 等意识到不对时 两个护工 已经摁住了她 我将她送到了 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 妈妈被两个护工拽着 一边奋力劈打 一边不断的 用脏话咒骂我 最终 她没力气了 开始痛哭 求我不要把她扔在这里 我摇摇头 不 你的余生 都要在这里度过 小冉 我是你的妈妈呀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冷冷的笑了 是啊 你是我的妈妈 所以你借着给我 送蛋糕的名义 把我一边学习 一边写稿的血汗钱 撕花出来 送给唐和勇 她根本没用这些钱还债 而是买酒买彩票 半个月就挥霍完了 当你得知自己的女儿 有可能在外面赔酒时 不是想着 竟然把她逼上了 这样危险的道路 而是她这样 肯定挣到大钱了 竟然不给家里花 即使不提前世的血债血偿 今生 她依然不配做我的母亲 我走过去 垂眸望向她 曾经我一直试图原谅你 我总想着 毕竟你是我的母亲 你对我总有一些爱 但我失望了 我不得不接受 这世上的确有人不配做父母 而你恰好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母亲看着我 她突然崩溃了 大哭大喊 嘴里发出寒混不清的音节 而我已经懒得再从她口中 听到任何一个字 签下和精神病院的各项同意书 我转身离开 前世 她也是这样 签下了对继父的谅解书 于是我用温暖来回报温暖 也用绝情来报复绝情 十三 后来 时间又过了很久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平无奇的过下去 结果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回宿舍时 在楼下看到了一个身影 一身黑衣 高大俊秀 却又漫不经心的插着抖 她站在桂花树下 刘海被风吹乱 正在回答我是有叽叽喳喳的问题 你说你找小冉 你们俩有什么关系 记招沉默片刻 扯扯嘴角 她是我领导 有风吹过 她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转过头来看我 我们在阳光下 对视了很久 她歪头笑笑 好久不见 领导好 首次久别重逢 你记招被我痛咯了四十分钟告终 你以为你是阅文男主吗 不告而别是吧 不长嘴是吧 记招被我打得抱头求饶 领导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喂 你打人能弄不要打脸 尤其是我玉树林峰英俊潇洒 本来可以迷倒万千少女 好了 好了 我真的错了 打累了 我俩一起去吃酥皮牛肉饼 去处理了一些工作 我们的工作 本来就是对外保密的 记招一边吃一边对我说 我也是你的工作吗 我问 记招沉默了一会儿 点点头 嗯 是的 你有本事 别回避目光 行吧 行吧 我承认不是记招翻白眼 别别扭扭的说 你是例外 主要是你第一是太惨了 招搁我呢 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所以就想着帮帮你了 怎么样 记招把脸凑过来 是不是觉得我更帅气了 我面无表情 滚 我问记招 这次来看我 会不会又突然离开 他坦率的承认了 毕竟要工作的 不过 你想见我的话 我可以多来找你 他扭过头去 算了 你不想 我拍拍他的肩膀 喂 干嘛 我想 也不至于笑的这么灿烂吧 阳光洒下来 记招的眉眼和笑容 都被镀上一层金灰 我突然感到心情很好 因为未来 我们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时光